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看高1,练习5.3的第三题 首先题目给了你一个入射角,45度 那题目给你折射率根号2 还要我求这个R是几度 那首先这个角度是R,内错角,是不是这个角度也是R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Side45度,SideI,还有SideR 等于N的这个关系是Snell's Log 那N的左下角我们要写空气 N的右下角我们要写玻璃Glass 所以题目给我的这个折射率是不是恰好 就是空气进入玻璃的折射率根号2 那大家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 交叉层啊,然后画简啊,然后就把R给找出来 找到R以后呢 大家要去判断 题目要我画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会从Q这里折射出去吗 还是它会在这个位置发生全反射呢 所以首先,你算出R以后 各位要认识到R并不是入射角 入射角呢,是要跟法线的夹角 这个角度才是关键 所以你找到R以后呢,你要拿90度-R 90度-R才会等于在玻璃里面的这个入射角 而我们要判断的就是I有没有大过C 还是等于C,还是小过C 如果这个角度你算出来的话 它是大过C的 那在这个位置呢,它就会全反射 这是第一个情况 一 我画绿色 如果它是第二个情况 I等于C 那它就会这样子折射出去 那如果它是红色 第三个情况呢 那它就会密到书 所以它会偏离法线折射 这是它原本的方向啦 法线在这里 所以它会偏离法线折射 然后这个是出射角 你可以叫它I 或者你要叫别的代号也可以啦 那大家通过计算 然后去判定 那如果说呢 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 那就还好 因为题目要我 画它离开GlassTube为止嘛 可是如果你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那是不是还要在 这里 离法多一次 所以第三种情况的话 就较为复杂一些 第一种情况 对不起 第一种情况 那这里是入射角I 这里也是入射角I 所以用90度减I 就可以找到这个角度了 我把它叫I2 其实I2就跟R的大小是一样的 90度减I嘛 就得到R 所以你用R去 照到底面 DC这条边的时候 又会有一个折射角 E 那如果真的是 第一种情况的话 那大家就最后要画到 红色这个画到E这里出来为止 那如果是绿色 还是红色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你这样子画 它就代表它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里 关键还在于 找C C是几度 因为这个I我们已经找到了 对不对 你要判断它大过等于小于C 你是不是也要知道C是几度 所以找C的时候呢 题目可能会给你 你可能会不给你 不给你怎么办 不给你的话 大家一定要自己画一个C的图 什么叫C C就是当你光从密的戒指 进到书的戒指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题 它是从玻璃进到空气 就存在着一个 某个特定的入射角 它的折射角为90度 而这个时候的入射角呢 C配合90度 SineC除以Sine90度 等于N 你的C在哪里 它一定在密的戒指 也就是Glass Air 就写在右下角 而题目给你的折射率呢 这根号2是 空气进到玻璃的 AnGlass 我们刚刚前面带入的嘛 所以你找GNA的时候 就要再导数 Sine90度等于1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写SineC C就等于Sine-1 根号2分之1 就可以找到C了 找到C 再看回来这里 它是哪一种情况 然后再把对应的图给画出来 这题就结束了